保龄食物中毒案 4月1号累计通报人数29人 5人在加护病房 其中4人情况不乐观 两人等待换肝 北市府将四项环境检体 以及生物激震 交由台大法医所检验 卫福部次长王碧盛指出 35项食材全都检测阴性 米酵菌酸致命必须有三个条件 唐昌普伯克氏菌 淀粉类和22到33度环境 现在后两项符合 就差环境採检结果 在检验食阴性你应该感到高兴 或许根本是在原料端进来的 某一个环节里面产生的细菌 细菌产生的毒素 经过制成之后细菌就死掉了 其实目前大陆已经出现 唐昌普伯克氏菌 也读雅馨的检测试剂 一是沈正南建议政府采纳 另外毒物科名医杨振昌 则透露不要忽略蟑螂 所引发的食物重度风险 它其实细菌肠带的蛮多的 像一些叫藏球菌 或者说金黄色葡萄球菌 被蟑螂打过污染的食物 它有可能会有这些细菌在上面繁殖 蟑螂跟这次提到的 这个唐昌普克氏菌 没什么关系的 毒物专家严重海也提醒政府 应该培养引发米酵菌酸的 唐昌普伯克氏菌 了解是否存在于台湾环境中 也能从源头避免米酵菌酸生成 这杨长王一天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